欣宜自從今年4月底開始失蹤 至今未有公開露面或更新社交平台 甚至曾說連她的經理人都一度聯絡不到她 而欣宜失蹤的原因就中雪紛紜 先是傳出她戀愛大過天 只顧著跟男朋友拍拖 之後欣宜的經理人林珊珊就說 欣宜是病了 日前更加瘋傳欣宜離世的消息 對於欣宜失蹤之謎 今日又有最新的說法 有報導就說欣宜今次失蹤 是跟她所屬的橫亞唱片公司有關 報導就說欣宜被爆她的唱片公司 在頒獎禮之前跟她談續約 除了以爭取幫她橫掃四大頒獎禮入面的大獎之外 還被她第三度搭足紅館 連開三場歌唱作為利友 但有傳欣宜不滿足 認為自己在公司的地位超然 應該得到更加多的資源 想跟她的好朋友許廷鏗一樣 擁有自家音樂品牌 所以就向公司提出科水 讓她自立門戶 但由於投資的款項銀碼巨大 隨時高達過千萬 公司在經濟效益的考慮下 以容後再談 暫緩了欣宜的要求 雙方亦因為這樣 而意見不合 欣宜老闆夢碎 扭計不成 所以就毅然出走 我如果 się會 那麼多 剛才的 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